恶物冲突持续 乌克兰12号通报乌军连夜 向克里米亚空袭 其中一套S300防空系统 和两套S400防空系统 乌克兰能源部在同一天表示 由于国内电力设施损毁严重 乌克兰政府计划从国外 进口总计大约29800兆瓦时的电力 而匈牙利总理在日前就表示 匈牙利不会参与北约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但也不会阻挠相关计划的事实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号发布视频称 俄军地涅博集群使用BM-21冰宝火箭炮 对乌南部赫尔松州地涅博和右岸的乌军据点 实施了夜间打击 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同日通报 乌军连夜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空袭 击中了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 三套俄军防空系统 包括一套S300系统和两套S400系统 其中两套系统的雷达被摧毁 乌克兰能源部12号发布声明称 由于乌电力设施遭俄军严重破坏 乌政府计划从国外进口总计约 29800兆瓦时的电力 从而刷新乌克兰电力进口的最高记录 据乌国内研究团队估算 今年5月以来 乌能源设施的总损失已超过161亿美元 其中电力设施的损失占比最大 约为85亿美元 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披露 乌政府计划从今年夏天起 拍卖约20家国有企业 从而为战争提供资金 其中包括位于基辅独立广场的乌克兰饭店 起拍价为2500万美元 而美国保险业巨头 伊安公司12号宣布 将联合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保险 以帮助乌克兰重建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2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 匈牙利不会参与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 同时也不会阻挠相关计划的实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连驳 展望 本身是 其中二